第二十二体上会在不同粗糙程度的桌面上进行摩擦力实验 已知甲和以两正立方体的大小材质和重量都相同 他发现对甲物体施以水平拉力5克重时 甲物体保持不动 对乙物体施以水平拉力5克重时 乙物体也保持不动如附图所示 此时有关甲和以对桌面所造成的压力和摩擦力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甲和以物体对各桌面所造成的垂直作用力大小相同 这个是对的 这里的垂直作用力就是正向力 这里正向力就是重量 甲物心告诉我们他们的重量是相同的 所以他的垂直作用力相同是对的 B甲和以物体对各桌面造成的压力大小相同 压力的计算公式是P等于F除以A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他的F正向力重量是相同的 而A就是接触面积 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小材质都一样 所以他的接触面积也一样 所以力量一样 面积一样 所以压力就会一样 所以选项B也是对的 选项C 甲和以物体受到相同大小的摩擦力 这是对的 一个粗糙一个更粗糙 所以接触面性质不同会影响最大静摩擦力 但是现在都是没有动 也就是都是所谓的静摩擦力 静摩擦力会等于外力 那么甲的势力是5克重 不动 静摩擦力5克重 以势力也是5克重 那么也不动 所以静摩擦力也是5克重 所以两个的摩擦力大小一样 所以C是对的 既然C是对的 珠就是错的 珠说以物体受到桌面的摩擦力较大 就是错的 两个的摩擦力是一样大 都是5克重 所以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以物体受到桌面的摩擦力较大 请不吝点赞